孔委員好 部長好 我想都市更新條例的修正案 部長您認為對壓抑房價這方面有什麼幫助 向委員報告 這個不是主要針對壓抑房價而來 今天的李鴻軍委員所提出的修正案 主要是在申請程序等等方面 有一些比較進一步的簡化來方便處理 所以我想對於我們社會大眾所關心的 那個標高房價問題還沒有那麼直接的關聯性 因為我覺得最近好像我們政府對這個 怎麼樣這個房市炒作 這個土地炒作這方面 那我覺得內政部這邊應該也可以貢獻一點 一份力量 有的 現在還是有很多無可刮牛 是 你看那個美國總統歐巴馬 這個就提出一個非常強有力的措施 為我們小市民來服務 我覺得說我們內政部有些措施 不管是土地的什麼徵收都市的計劃的更新 這個應該是要站在我們老百姓的立場 那我覺得我們做了做一做又收回來 好像大企業小企業都都兼顧 事實上本來就是為財團服務 所以我覺得 現在跟我們老百姓的心聲跟意見是漸行漸言 所以我覺得反對黨那個 民進黨那個蔡主席的意見 多少要聽進去 是不是我們這個ECFA是先為財團 聽了財團之後呢 然後就又又找一個小市民 這個小企業來背書 因為我覺得房價房價這個部分 我是希望我們這邊要拿出一些措施出來 跟內政部應該可以做一點相關的 你自己主管的權責 這一方面有跟這個方面有關 應該有嘛 像銀建署的都市計劃都市更新這方面 那個最主要是部長 因為我們上禮拜 在這邊談了兩天的國家公演法 那國家公演法 幾乎是我們原住民地委都在場 而且是從頭首到尾 所以我是希望國家公演法這個部分 希望部長你雖然是沒有在場 那我們銀建署的署長也有在 都有在場 我們的基本的立場跟原則 國家公演法 在這個部分我是希望 國家公演一定要依照 我們原住民族基本法的意見來通過 不管是說我們要劃設設定國家公演 你照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來走 照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來走 第二個國家公演 你那個共享跟共管的機制 過去你們銀建署在民進黨執政時代 你講的共享跟共管 有包括參議合作還有共管的機制哦 你們所謂的共管機制不是只有說 顧用顏住民在國家公演裡面 什麼葉平庫的巡山演啊解說演 你們所謂的共管機制還包括處長跟副處長 秘書這些這些都在裡面哦 這個我們我們都還沒討論到 都是我們後面有關國家公演的那個什麼 這個人員的組成這一方面了 應該要找地方參議嘛 這第一個原則 第二個原則是什麼 這一次的國家公演法的修正 一定要把我們過去顏住民幾乎是最痛的 打獵的權益沒有辦法被保障 什麼那個上山採集花木的權益也沒有被保障 那個後面都會討論 但是照顏住民族基本法 照世界各國國家公演的這種這個標準是 你打獵採集花木 你可以限時間限種類限季節限數量 問題是我們都沒有訂出來啊 國家公演沒訂出來 零務局沒訂出來 所以我們上山打獵都會被抓 抓了之後一支三年要花30萬 現在我們立委都在處理這種事情了 所以我就說讓部長知道 讓部長知道說這個國家公演法的部分 那另外國土複裔條例跟國土計畫法 行政院都已經很明確的一個方向 你國土計畫法要推出來 你國土複裔條例就不要推出來了嘛 所以為什麼下一次會搞到劉慧 你為什麼要把國土計畫法跟國土複裔條例 全部送到內政委員會審查 這個也是我們非常反對的 國土複裔條例有些條文可以放在國土計畫法嘛 我認為我是比較贊成啊 你國土計畫法推的話 你國土複裔條例你就不要推了 因為那個已經被我們擋了五年 在經濟委員會 所以我上次也有跟那個黃昭順委員啊 我們也有溝通啦 我說你是我們內政委員會的書記書記長 但是你是我們國民黨團的這個這個委員長啊 對不對 你要聽我們的意見啊 你怎麼可以為了為了環保團體人士 所以我說定一個國土計畫法可以 大家一起來討論 國土複裔條例就免談了 因為我在經濟委員會已經擋了五年嘛 這有些基本的政策跟立場啊 我是希望部長這裡 能夠了解現在我們顏住民立委的形成是什麼 而且這個部分都是在內政委員會都要開始來審查的 對 好不好 對 所以我想說這個提這幾點意見啊 是 給部長做一個 是很感謝委員提供了意見 我們一起來努力 給你參考 所以說這個大家都是國民黨團的 你突然弄一個這個東西出來 我說實在我真的我也是看那個 這個部分就請部長多那個 是